欢迎欢迎小卡 一转眼间就是离我们上次做拉花的教程 已经过去了有小半年了 那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天鹅的拉花是双翅的 之前我们讲过单翅 那其实任何的拉花图 它都离不开这种绵密丝滑 以及厚度合适的奶泡 那特别是这种线条型的 那没错 那双翅天鹅 它其实就是属于线条型的拉花 那因为它的组成 那就是两片树叶为基础 那最后再加上拖动的脖子 以及心形的收尾形成头部 那首先先说一下 新手刚开始挑战这个拉花图形的时候 经常翻车的点 那第一就是奶泡太薄 翅膀形成的这个线条 它扩散很快 而且两个翅膀极容易 一个太大 一个太小 那奶泡的承载性太弱 线条成型不规则 第二 那奶泡太厚 那翅膀的线条呢 张力就不够 那看起来就很肥 另外呢 咖啡的表面看起来脏脏的 那有的地方呢 会泛白 那对比度比较低 那第三 如果你们用厚度合适的这个奶泡 就算你的出涂时机点过早 它也会造成一个翅膀太大 一个翅膀太小的现象 所以说呢 它第一只翅膀的出涂时机点呢 它不能太早 要融合到一定的满度之后再去出涂 那另外我想说一下 在不同满度的时候呢 它咖啡表面的奶泡的厚度 它是不一样的 那17岁上高中的时候呢 我们物理课上就学过 那做咖啡拉花的时候啊 牛奶在融合到杯中不同满度的时候 那咖啡表面的奶泡厚度不同 那比如融合到五分满的时候 和融合到七分满的时候 那杯中页面的奶泡厚度啊 它是不一样的 那七分满的时候呢 它的表面的奶泡厚度会更厚 那融合的越多 页面的奶泡呢 它相对就会越厚 那我突然想到前段时间看到 毕道的 融合科学的鸭水花 那期视频 那不同粗细的香落到马桶中 那见解的水花的高低 而大小 那形状都不一样 那这个跟厚奶泡和薄奶泡 那做出来拉花的形状不同 以及大小不同 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那所以说啊 同样的奶泡在这个杯子啊 它不同满度的时候做拉花 它表面的流动性啊 都是不一样的 它满度越少 那它的流动性就越高 图案呢 在这个表面形成的这样的空间就会更大 那相反 那它的满度啊 越高 那它的流动性就会越低 它图案在表面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就会越小 那这就是为啥 那第一只翅膀感觉总会比第二只翅膀大的原因了 那因为啊 在做第二只翅膀的时候呢 它页面的奶泡啊更厚了 导致奶泡在页面的流动性变低了 那我再举个例子 在做一个新型拉花的时候 那从五分满做图和从八分满做图 那它的新型啊 大小差异就会非常大 那道理都是一样的 这么多的知识点啊 建议大家收藏一下本视频 那方便以后找出来观看 ok 那接下来说一下啊 出图的时机点 那不要太早 大致就在六分满的时候出图比较合适 那当然出图时机点也要根据奶泡的薄厚度 可以适当灵活的调整 那奶泡稍微厚一点的话呢 就可以稍微早一点 薄一点的话呢 就可以稍微晚一点 那先做第一只翅膀 那第一只翅膀的控流呢 一定要小心一点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因为一不小心 那翅膀就大了 那完成第一个翅膀之后呢 那手腕要有一个微微的转背的动作 那第二只翅膀在释放奶泡的时候啊 可以比第一只翅膀稍微力度大一些 因为此时此刻的页面流动性啊 它没有做第一只翅膀的时候的流动性高 那这样就可能尽可能的保证 两只翅膀那大小的一致性 那从而呢 那天鹅的翅膀看起来就会更均匀 更自然 那最后那天鹅的脖子啊和头部啊 如果想要做的灵巧 那大家可以参考之前 单翅天鹅的那期的知识点 那吃作一杯咖啡拉花 看似是一个简单的动作 但是呢需要背后不断的练习 那不断的失败 加上不断的思考 才能最终完成一杯完美的咖啡拉花 那这也不禁让我想起了 小的时候经常看的一部动画片 数码宝贝 那在探索旅途中的数码宝贝们 他们经历了冒险 失败 克服 再失败 成长 进化 最终成为了最美 最强大的刺激 那拉花的过程也只有这么一次的诸如机会 那不能重来 反复映射了我们的人生 当我们面对挑战 我们只能选择勇往直前 因为不论结果如何 我们都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拉花如此 人生如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